關索耀終於可以在TVB新劇《智能愛人》發揮所長 因為劇中飾現一位跟她真實性格一樣 口碎碎的機械人公司老闆 中整天吵包下屬馮盈盈 她表示想起都過癮 FYY 馮盈盈 她被我罵到爽歪歪 哈哈哈 不過她亦自爆鏡頭以外 會幫馮盈盈盈斟茶、潑線及印刊 絕對是暖男同事 但亦絕對不怕跟緋聞女王馮盈盈接觸鬧出緋聞 因為這是演員與演員之間的交流 更加對盈盈贊不絕口 主持也好 然後演技 真的看著她慢慢慢慢有很多進步 人、人員也好 見她對所有人也好 這個很聰明 雖然瑩瑩這麼好 但就不是Kelvin杯茶 向女友Joanna大派定心軟 吸引的 吸引的 但太聰明 真的很聰明 因為我不夠聰明 我的人比較遲鈍 我可能比較慢 不夠聰明 之前Kelvin女友在IG貼出一張女模特兒的婚紗照 似乎有所暗示 Kelvin解釋只是個美麗的誤會 其實跟女友已經有共識 現階段以工作為重 追回過往浪費的時間 女友都支持和明白 更加大談自己不同的工作理念 已經不是說要在娛樂圈上 要怎樣戴紅戴紙 要怎樣 Bing Ba La不是那件事 是有些角色適合自己的 會去嘗試 有些歌曲適合自己的 有些音樂人合得到的 去合作 純粹是那種享受 享受的心態 那麼巧這一兩年 Good Timing 可以做到自己的品牌 即是三啊 三個品牌出來 就去嘗試 真的拿著這個品牌 拿著自己 衝上去 一些不熟悉的地方 去銷售 去推廣 去找人談合作 提到之前在社交平台 放出自己一段 在海南島大排檔唱歌的影片 被NoidA網民關注 留意問他 是不是做不到要去賣唱 昨天同事 做完完事 慶功 在一個大排檔 那邊是海南島 在海南島 文化呢 那邊很多大排檔 就是有一些街頭的歌手 可能逐台 獻唱給那些餐廳的客人聽 今天他走到我們那台 我就說 要付錢 那是怎樣的 我給他40元 他有三四十元 我想點一首歌 我點這首歌 我說你不用唱 我唱 哦 那我就唱了開幕天空 哦 那全場人都會唱 所以整個氣氛 我覺得好像演唱會一樣 很開心 最重要是當下我是很享受 好的 我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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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從